不要用DS 这不要用DS好了 这个可以拿 最后把它改这个好了 本来把DS 那所以这个应该就没有用到 那你会发现呢 Ecclips很聪明 如果你没有用到的话 它会是黄色的 而且会有个警告讯息 如果你没有用到它 可是你却宣告它的话 它会警告你 你是不是要把它删除掉 把它删除掉 因为用不到 好那 多fine用的话呢 这地方 那如果我要乱数产生 1到10的话 特别需要 这边的话 请把 原来我们 这个random呢 本来是double 我刚刚就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nt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用double的话 那会有小数点 会有小数点 我们就直接先把它改成整数好了 那再来的话呢 random的结果乘以10之后的话 再加上1 为什么呢 因为最大不会是 这个乱数产生的值 如果你最大不会是1的 所以你最后把它加1 那最小是0 所以它的结果一定会是1到10 那我有时候会这样记 干脆记后面这个是起子词 然后再来这个是什么 结束词 加多少是起子词 后面这个是中子词 然后呢 转换强制转型 所以再加一个强制转型 转换过来的话呢 就会是一个整数 好 那最后的话呢 乱数半径这边有个讯息 是 这个RND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把结果 做个什么呢 做个计算 那我为了要取什么呢 45路的话 所以在这个前面呢 再加一个什么 mass.run 如果说你要45路的话呢 那你可以 在这个计算的公式前面 再包一个什么呢 mass 这个类别 点 run 把它刮护起来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我45路之后呢 再丢给什么呢 DA 那最后的话呢 秀出来的结果 一定是45路之后的结果 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那建议各位这样的 你可以本来画面是这样 对不对 你可以慢慢习惯 因为可能你们还不习惯了 我是把它这样子 按这个展开 我的习惯是 展开之后 盖药跟套件浏览器怎么样 就会躲在两旁 这样中间会比较大一点点 会比较好看 但是你要缩回来记得 就是再把它缩回来就好了 OK 那你要执行的话呢 当然你如果放大 可不可以执行 可以 执行 本来在下面的 它会跳到右边来 乱数半径为7 面积为这样子 那如果再乱一次 你会发现2是3 每一次都不一样 而且呢 一定会在10 1到10之间 半径1到10之间 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试看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程式 那当然这个程式 就是有没有办法改成Android的版本 当然可以 而且你也可以一个input 比如说你跳出一个视窗 让使用者输入 请你输入你要的半径 它跳出一个结果告诉你 这个你的面积为多少 一个io输入输出 那这个Android也可以做 Java能不能做 当然Java也能做 OK 那个画面 画里